第2221集 兵魔殿鼓噪 将叶凡推向人族对立面 暗中散布各种谣言 想要调动起全天下人的情绪 共同讨伐 夺取不死药 叶凡愣笑 这些大教很强 但却不足以代表全天下 这样逼迫以示压人 以为能让他害怕吗 他妙述京士通天动地 在极北之地 第一个施展大神通对象就是兵魔殿 果然得到印证 这个大教在推波助澜 兵魔殿内部有人反对 但副教主与护道者主示 坚持要求携天下大事 压抑也凡 将其他各大势力都引来 共同诛杀他 故此喧嚣 各种重伤与谣言飞天 人族圣敌你凭什么呀 就只因为血脉强大 就敢欺凌天下同道吗 明明是我等先发现的人性神药 而你却为了一己之私 杀进兵援众雄 抢夺到手 冷血都没有人性 先要自然归各大教所有 本就是我等先发现的 炼成仙丹 天下人够分岂能落在这个魔头手中 为了吞产不死药 还编了一个故事 说那女同事她妹妹 真是一个讽刺性的笑话 人心呢 贪得无厌 兵魔殿鼓噪 天下皆匪 许多强大散修都出关了 不为别的 就冲不死仙药 也值得走上一趟 进行一关 耐不住寂寞呀 叶凡对此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带着小楠楠 与历天还有一宴一夕 向着北地最深处进发 目标自然是兵魔点 小草随行 已经拜别了家人 愿意成为一名 飞天遁地的修士 虽然是哭鼻子离去的 但到底是孩子 过了半日 精神就恢复了不少 她与小楠楠在一起 两个小家伙跑跑跳跳 很有爱 神娃不想被封在法器中 但是在外面透空气 却也不想与小楠楠撞在一起 很是矛盾 只得妥协 央求叶凡与历天 多加照顾 什么 叶凡来了 当众魔点众人得到消息 上下一阵死寂 而后悚然 消息透露的太快了吧 仅动用了几个关键性人物 去鼓动而已 这么快就被叶凡动袭了 各教都来了北地 进入了冰远 有绝世强者出使 他难道还想冒天下之大不韦吗 一些人发毛 但却不想流露惬意 呼的一声巨响 宫殿倒塌 一个巨大的铜匾 从天而降 砸落在这座殿屿上 让其崩溃 可恨 真是胆大包天 一些老辈人物震怒 这是山门前挂着的匾额 结果被人一巴掌 扇飞了进来 砸塌了他们的一石大殿 多少年未曾有这样的事了 让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这可真是肆无忌惮 自然是叶凡他们到了 来到一片冰宫前 这里宏伟壮阔 坐落在极地中 于茫茫冰雪中 微额耸立 自古长存 他们到了这里以后 没有任何停留 静止闯山门 一巴掌拍飞同扁 完全是兴师问罪而来 根本无人可挡 这是一个圣地 十几万年前曾经出过准地 但是阵文早已磨灭的差不多了 至于几重大圣阵 却拦不住叶凡 有人大喝着 止步 呼的一声 叶凡一甩大袖 这个人立刻横飞出去了数十里远 这是我兵魔殿祖地 倒有不可放肆 若想见我们长交 咱且驻足 我等去禀报 有老成的人说道 想拖延时间 守护山门护法 尊者等都出现了 挡在前面一大牌 但是叶凡张口 而后吹出一股飓风 将这些人都给卷了起来 直接刮到了百里外 你 欺人太甚 当真以为天下无人可治你了吗 兵魔殿最高殿堂中 有人怒吼 被人打进山门 掀翻一式大殿 这好比当着天下人的面 被扇了一个大耳光 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突然 砰 一把铁剑横空披落下来 巨大的剑盲 砸进最高殿堂中 让这里的大圣振文暗淡 整座古殿被切开一半 最高殿堂被切裂 一柄巨剑插在了此地 送入高空中 剑柄在不断的摇动 杀起直冲九重天 所有人都变色 叶凡如入无人之境 竟直杀到了他们的眼前 让人惊悚 欺人太甚 你们编排了那么多 还有脸这么说 叶凡谋战冷电 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先一拳轰出那位护道者 当场崩碎 血雾在大殿中散开 骨头碎片 飞蛇 鲜血染红了殿堂 大圣振文更加暗淡 所有人都近乎实话 忘记了惊呼 这可是他们教中的一个巨头 一个极为强大的人物 就这般被击杀了 根本就没有能做出反抗 你 副教主脸色血红 而后又转白 他意识倡导者 现在转身就走 不想多说什么 因为叶凡过于刚猛 上来就有这番表现 他绝对抵不住 若是不走 没有一丝活命的机会 疯 叶凡眉心光滑大作 一道匹链冲出 化成一座小顶 追上要逃走的那道身影 并摩点副教主 当场被震碎 血雾飘散 众人全都傻眼了 从头凉到了脚 这太可怕了 教中的两大巨头 根本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就这般形神俱灭了 这让人胆寒 叶凡眸子冷冽 望向众人 而后一步一步 向着最高处的宝座上而去 最后坐在了上面 威严的俯视中人 兵摩店教主不在 店中死了两个巨头 其他主事者浸若寒蝉 一个个都没有吭声 现场气氛冷冽 到了极点 接下来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叶凡问道 神色漠然 他高坐在最高殿堂的 中心宝座上 高高在上 俯视下方众人 这个场景让人既愤怒又发寒 这可是堂堂一个圣地 而今却成了这个样子 虽然没落了 但是毕竟曾为不朽的传承 就这般被人攻破 俯瞰他们 一个个都是又惊又惧 火气上涌 但最后所有人都克制住了 没有人不怕死 我们马上澄清 收回那些话语 将真相告知世人 向你赔罪 一个老者 硬着头皮说道 现在不表态 根本不行 这个魔头就坐在上方 若是稍有不慎 不能让他满意 今日可能有灭教大患 事实上是 教中本就有一部分人 不同意此前的鼓噪 万一被知晓 肯定会引来大麻烦 可是护道者与副教主认为 凭借天下大事 神庭 明岭 长生观等诸多大教 一起动手 天下共杀 叶凡在没有了解前 可能就灰飞烟灭了 然而事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魔头直接登门 击杀了这两人 直斩七寸 宏伟的兵殿成片 叶凡并未驻足 就此远去 在山门外 与历天 燕衣熙等人会合 离开了这片浩瀚的冰原 向着南方行去 寻找叶童 叶子 和你说个事 而且你在紫薇星域逝了 是不是要回去了 可我们不想离开了 这是生我阳窝的地方 我们想留下 归根于此 叶凡轻叹 着实到了这一日 朋友有自己的路 有自己的选择 将分在星空的两岸 悲欢离合 这难以避免 不过 他有神光台 而今知道了紫薇的坐标 并不是没有相见的机会了 也许 相对于成仙路 将要开启的北斗行域 这里更为安全 另一地注定将要打到沸腾 甚至蔑视 他们一路前行 向南而去 在路上听到了很多消息 由极地到南方 这一路上一片争执声 谁也没有想到 兵魔殿改口了 这次不是暗中鼓噪 而是站出来 道出一些真相 同为修士 你我皆懂 莫要被欲望蒙蔽了双眼 人族圣体 未寻亲而来 事实真相摆在眼前 北斗行域那边有消息了 有人横渡星空往来 得到确凿消息 那个小楠楠 真的是来自那片星雨 被叶凡视作女儿妹妹 欲望无至惊 但是莫要为贪婪 披上一层鲜亮的外衣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